国际焦点来看到 在乌俄战争当中 跟普丁站在同一阵线的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他接受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专访 那么呢 他是在这个俄罗斯的卡山 接受了金砖峰会的时候呢 在专访当中 记者询问他 普丁会不会使用 部署在白俄境内的核武器呢 卢卡申科说 这需要白俄的同意 那么作为白俄总统 他当然说 已经准备好了 要允许使用核武 但是前提是呢 白俄的领土 遭到外国士兵的侵犯 另外BBC也问到 北韩是不是会派兵 攻打乌克兰 卢卡申科则是用荒谬来回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through the public